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念的圣经是《玛窦福音》第28章 那时候妇女们立刻离开坊墓 又害怕又非常喜乐 跑去报告耶稣的门徒 忽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便上前抱住他的脚朝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你们去报告我的弟兄 叫他们到加利勒亚去 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 妇女离去的时候 有几个卫兵进了城 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司机长 司机长和长老聚会商议之后 就给兵士许多钱 祝福他们说 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夜间来了 把他偷走了 如果总督听见这事 我们会出面说话 保证你们没有事 兵士们拿了钱 就照他们所祝福的做了 这谣言一直到今天 还在犹太人中间流传着 今天这个福音是 玛窦福音 玛窦和若望的两位 都是耶稣直接的门弟子 但是若望是耶稣特别喜爱的 那么现在玛窦写的福音 是必后来再写 他看到妇女们 也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非常近 跑来告诉门徒 那些妇女们应该是说 不是同玛利亚 玛利德里亚一起来的 他们晚到一起 那么到了坟墓那里 看到真的坟墓开了 他们也相信坟墓开了 尸体不在 所以他们好像也是去报告 也去告诉门徒 那个时候两个门徒 已经来看过了 他们知道不在 所以他们不相信他们 所以说他们朝拜耶稣 向他们不要害怕 叫他们去报告 后来他们去报告之后 不得同若望 已经看过了 耶稣是坟墓是空了 但是耶稣复活 他们还没有相信 后来那些妇女呢 看着围兵也走了 坟墓是空着 他们也回去了 因此引起后来 这个另外的两个门徒 他们说 这些个女人讲的话 是一派胡言 他们的话怎么可以相信呢 那么这几个围兵呢 看着坟墓空了 天亮了 看看空空的 他们也不好在 守在那里没有意思 他们就回去报告 司机长 法利塞人 结果他们就给他 简直不要说 耶稣复活了 他们也复活 但是尸体不在 他们知道 所以毁露他们 叫他们不要说 现在一直到今天呢 犹太人还是 有这个谣言 当时说那些个司机长 经事们呢 毁露了那些围兵 叫他们说 尸体是耶稣的门徒 来偷走了 不是真的复活了 所以这个谣言呢 一直传到今天 所以这个话 不是不可信 后来明天 后天的 出发音里边 我们看到 司机长同基士们 是撒谎 但是耶稣 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显现出来 也是说 这些人 他们不知道 他们没有资格 看到耶稣 所以耶稣 并不显现他们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 先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